唐市35岁的郑姓男子,在苗栗竹南科学园区上班,镜头前帅气自拍,发生意外之后炉内出血,人还昏迷在贾湖病房,没有醒过来。 车祸现场,机车倒在内线,人躺在机车道上,旁边还有一只断裂的大树枝。 意外发生在17号晚上6点半,台61线108.4公里,西滨北上赤土旗下坡路段。 重回现场,这颗木马黄只更断裂,旁边枝叶风吹,不断摇晃。 家属说骑士怎么出车祸的,没人知道,他当时要上晚班骑车经过,意外现场看来,有可能是因为风大吹断了宿支杂中骑士,但是没有目击者, 骑士还没有清醒。家属协询路过民众的行车记录器,希望能够查清真相。 警察说法是,是一名外劳,看到树倒卧在地上的时候,他绕到看到我地倒在那里,啊因为可能他不太会报案,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去享受位置。 所以他跑到快车道去请求小货车司机,然后协助报案,也非常感谢他们两位。 17号当天,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,台南以北等西部沿海有9到12级震风。 气象局长郑明点也在脸书提醒,西兵跟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侧风很强。 家属说事后回现场看到公务人员修剪数目,这不是应该在事前做的防范工作吗? 一方面协寻证据求真相,一方面也希望防灾措施能够确实避免伤害无辜。